第43章 不要惹我 半个小时后 方雨来到了森林的入口处 森林的最外围建了护栏 在入口处立了一个很大的警告牌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禁止入内 入口处 停着一辆黑色吉普车 很显然有人在方雨之前进去了 这些人并没有走远 方雨还能够清楚地感应到 他们身上的气息 正是昨天见过一面的钟离玉四人 方雨没有急着借助森林 而是站在入口处 看向森林深处 那里覆盖着白茫茫的雾气 面前是一条小道 两旁一列而过 是高达30米左右的巨树 但方雨在意的 并不是这些植物和风景 他发现这片森林 是一个巨大的法阵 从入口处开始 往里面深入大概100米左右 就是法阵的范围 虽然还有一段距离 但方雨仍能够感受到淡淡的法阵之力 从这些法阵之力可以看出 这个法阵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很快就要失效 要布置这样一个覆盖面积巨大的法阵 至少需要三名截单机修饰的通力合作 这样一个法阵 用来镇压什么东西呢 不会是一只七节妖兽吧 想到这种可能 方雨双眼望光 往前走去 往前走了100米左右的距离 再往前就是法阵的范围的 方雨毫不犹豫 一脚踏了进去 进入法阵后 方雨就闻到了一阵 令人心旷神怡的药香 一闻方雨就知道 这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冰破雪莲的香气 这道香气指向的方向相当明显 就在森林深处 方雨微微皱眉 但还是往森林深处走去 走了大概15分钟 方雨就看到 前方出现了一红散发着热气的温泉 距离岸边 大概30米的温泉的中心位置 有一处凸起的白色岩石 岩石上长着一株天蓝色的冰破雪莲 而温泉的旁边 有一座石碑 方雨知道 那就是法阵的镇眼 这时候 钟离玉一行人 已经站在了岸边 看着那一株冰破雪莲 眼里满是细色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株雪莲的具体品种是什么 但从它散发的香气就可以得知 这绝对是绝品 钟离玉没想到 才进森林没多久 就找到了这样一株 价值临城的药材 小姐 我们去把它取出来吧 周北看着冰破雪莲 眼中满是贪婪 他知道这株雪莲 不可能落在他的手里 但作为团队的一份子 他至少能分得一大笔钱财 对呀 小姐 这次我们赚大发了 这株雪莲要是拿去拍卖 价格不会低于一元 朱令山眼神炙热 傻子才拿去卖 我钟家缺这点钱吗 钟离玉轻蔑一笑 说道 他得到了这株雪莲 那么肯定得上贡给家族的长辈 从而换取在钟家的地位和话语权 相比起这些 一两亿元根本就不算什么 但要是拿到了这株雪莲 显然不是简单的事 否则之前那么多人进来 为什么没有把雪莲带走呢 反而连小命都丢了呢 钟离玉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他看向图峰征求意见 图峰是半部宗师 是他们这里最强的人 说的话自然也是最有分量的 让我先试一试 图峰沉声开口 他从地上捡起了一块小石头 往温泉里面扔去 小石头直接沉入温泉底部 没有特别的反应 图峰眉头皱起 又在附近捡来一根树枝 上面有完整的绿叶 图峰将这根树枝扔进了温泉 树枝漂浮在温泉水面上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看起来温泉里的水没有任何问题 但图峰认为还是需要谨慎一点 毕竟这么多人丧命于这片森林呢 他想要找个活物 扔进温泉试一试 这样才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这么想着 图峰环顾四周 突然发现站在他们身后不远的方语 眼神一灵 是你 顺着图峰的视线 其他三人也转过头来 看到了方语 你怎么 钟离玉看着方语有点疑惑 但随即他便想到 方语一定是想一路跟在他们身后 企图翻一杯羹 这样做 方语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因为只要遇到危险 必然是他们四个走在前面的人先遭遇 方语跟在他们身后 随时可以逃跑 或者趁机捞点好处 这个狗东西 想明白后 钟离玉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小姐 这小子肯定是想 一旁的朱令山呢 也是一脸的愤怒 我知道 钟离玉抬起手 脸上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笑容 小子 我昨天明确说过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但既然你来了 还跟在我们后面 那就别怪我们太狠 图风往前一步 冷声说道 正好缺一个活物 来验证温泉有没有问题 图大师 麻烦您了 小事一装 图风冷面打倒 然后朝着方雨冲去 速度极快 方雨脸色漠然 背着双手 站在原地不动态 这小子 是放弃抵抗了吗 周北见方雨 这副不抵抗的模样 有些惊讶 有些惊讶 抵抗 那可是图大师 那小子还能站着 没被吓得腿软就已经不错了 柱令山持之以鼻 中黎玉见图风气势惊人 立即大喊道 图大师 不要把他打死 待会还要用到他 我自有分寸 图风冷声答道 同时对着方雨轰出一拳 这一拳 直接轰向了方雨的右胸 拳风凌厉 但方雨眼皮都没眨一下 只是迅速抬起脚 在拳头碰到他之前 这一脚就踹在了图风的腹部上 一声巨响 图风倒飞出去数十米远 最终 唐倒在了钟黎玉三人的身前不远处 钟黎玉三人此时脸都僵住了 这 这什么情况啊 你们要拿雪莲就去拿 不要惹我 方雨不嫌不淡地留下了这句话 转身往一旁走去 他在这附近呢 没有感受到妖兽的气息 所以他决定到森林的其他地方看一看 至于那株冰破雪莲 他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首先 那株冰破雪莲出现的位置 显得很诡异 它像是一个诱饵 从踏入法阵开始 就能够明显地闻到冰破雪莲的香气 一般人必然抵不住诱火 会顺着香气来到这个地方 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这么多人进了这里以后 就再也出不去 会发生什么 已经是很显然的了 方雨来到这里的目的呢 是为了高阶的妖兽 其他的事 他都不关心 温泉旁 涂风挣扎着站起身 捂着腹部 脸色苍白 他看着方雨离开的方向 眼中满是惊骇之色 这小子明明只有先天武断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力量 而且出手的速度还这么快呢 钟离月回过神来 看着涂风 面露震惊之色 同时眼里边有点怀疑 这涂风在江海市地下 威名赫赫 可却在这区区一个先天武断的方雨 面前吃亏 显得名不腐实 涂大师 那小子真有那么强吗 在雇主面前被方雨一脚踹飞 让涂风感觉到无比难堪 他自然不会承认方雨有多强 他摇了摇头说道 那小子只是力量过于常人罢了 我刚才太大意了 才会被他所伤 如果他之后还敢出现 我必取他性命 钟离月点了点头 不再言语 他进来这里的目的 不是为了对付方雨 既然方雨离开了 那就先把它放在一边 现在的首要目标 是那一株雪莲 涂大师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觉得 还是需要用活物去验证 涂风捂着疼痛的腹部说道 小姐 我倒觉得不用这么记忆 这肯定就是普通的温泉水 刚才不都用叶子和石头试过了吗 活物验证 那就让我去试一试 朱令山不耐烦了 直接走到岸边 把手伸到了温泉里 第44章 银爪章鱼 朱令山伸手 接温泉泡了一会儿 其他人都在紧张地看着他 随后 朱令山将手抬起 什么事也没有 这下确认这些温泉水没有问题了吧 朱令山 朱令山没好气地说道 钟离狱看向涂风 涂风点了点头说道 嗯 好 我过去采摘 你们在此地等我 而后 涂风便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一个加速 往温泉中心的岩石走去 他把自己真气凝聚于脚下 在温泉上一踏而过 只留下轻微的波澜 看到水上行走的身法 钟离狱眼里的怀疑才消失 这的确是半步宗师才能掌握的身法 涂风很快走到了温泉中心的岩石前 近在咫尺的雪莲 散发出来的香气更加浓郁了 涂风看着这株雪莲眼神贪婪 这株雪莲的价值 怎么都在一元以上 比钟离狱顾请他的佣金要高得多了 这样一想 涂风心里生出歹念 先把雪莲摘下 然后把钟离狱那三个人杀了 他就能够独吞雪莲 在这片森林里干这件事 不会有别人知道 涂风眼中闪过阴狠之色 同时弯下腰 想要摘下雪莲 此时 没有人注意到 一根比人体还要粗的触手 悄悄地从温泉钻出 触手的表皮是雪白色 底面则是一系列黑色的吸盘 在钻出了温泉水面之后呢 触手迅速地猛地变快 瞬间便缠绕着踩在岩石上的涂风 见到这个情景 岸边的钟离狱三人被吓得大喊 涂大师 你 你后面 涂风脸色大变 想要动身 却发现根本就使不上劲 他的上半身 已经被触手紧紧地缠绕住了 快帮忙 涂风对岸边的三个人吼道 钟离狱最快回过神来 他从腰间抽抽一把匕首 咬着牙 用尽全力 扔向那根极粗的触手 啪 锋利的刀刃撞击在触手上 只发出一阵响声 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这时候 缠绕着涂风的触手猛地收紧 涂风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鼻孔和耳朵同时流出鲜血 快想办法帮忙 涂风无比痛苦 凄厉的嘶喊 而此时 这涂风脚下的白色岩石 居然慢慢地生了起来 露出了一颗巨大的血红色眼珠 这 这是什么怪物 钟离狱面无血色 连连往后退去 好像是一只章鱼 一只巨大的章鱼怪物 柱令山声音都在颤抖 这时候温泉上已经出现了好几根触手 怪物的头已经完全漏了出来 大小如同一块巨石 一颗令人胆寒的血红色眼珠 还有个巨大的嘴 缠绕着涂风的触手 再次收紧 涂风额头上满是青筋 嘴里满是鲜血 小小姐 怎么办 周北双腿发软 问道 快跑 看着眼前这巨大的怪物 钟离狱哪里还管得上什么血帘呢 能活下来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图大师 周北有些犹豫 他没救了 赶紧跑 否则我们也有危险 一旁的柱令山喊道 钟离狱三人用尽全力往后跑 啪 一道血肉崩裂的声音 响彻寂静的森林 图风的惨叫声戛人而止 钟离狱回过头 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怪物张开了血盆大口 可以清晰的看到里面的血污 还有尖利的牙齿 被触手缠到肉身暴裂而死的图风 被扔进了怪物的口中 咔嚓咔嚓 怪物开始咀嚼 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骨碎声 与此同时 那几根触手 开始往钟离狱三人所在的方向袭来 速度极快 快跑 一定要快跑 钟离狱用尽了全力往外跑去 触手延伸的速度极快 而且长度极其夸张 伸出了将近七八十米 还没有到尽头 跑在最后的周北 突然觉得脚被缠住 直接失去中心 扑倒在地上 救 救我 救我 小姐 周北脸色惨白 凄厉的喊道 话还没说完呢 周北就被迅速的拖了回去 钟离狱再次回头的时候 就看到周北惨叫着 被放进了怪物的口中 咔嚓 周北被怪物尖利的牙齿 劈成了两半 看到这一幕 钟离狱只感觉双腿发软 作为钟家的大小姐 她从小便生长在温室当中 何尝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呢 跑在最前面的柱令山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触手离她越来越近了 这样下去 她必然会与周北一样 被触手拖回去 然后惨死在怪物的口中 她不想死 她不能死 柱令山看着跑在身后的钟离狱 眼中闪过一丝阴痕 如果钟离狱先被触手缠住 她就能多一点逃跑的时间 小姐 对不住了 我只是想活下去 柱令山 眼神很辣 果断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 往钟离狱的腿部扔去 钟离狱惨叫一声 小腿被锋利的刀刃划伤 摔在地上 出手迅速缠住了钟离狱的身体 钟离狱看着跑在前方的柱令山 怨恨地喊道 柱令山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话音刚落 钟离狱就被出手给拖了回去 方雨在森林的其他位置转了转 连个鬼影都没看着 看来这片森林根本就没有妖兽 白跑一趟 方雨有点沮丧 正想离去 可就在此时 她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惨叫声 同时 她还感受到了一阵属于妖兽的气息 就在刚才那处温泉的位置 方雨面露喜色 立即赶往温泉所在的位置 当她来到温泉旁时 正好看到钟离狱被触手缠绕着拖回去的场景 居然是银爪章鱼 真的是七阶妖兽啊 方雨见到怪物大喜 银爪章鱼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妖兽 它能够隐藏自己身上的气息 这只银爪章鱼那更是夸张 甚至能够把头部位置 伪装成一块岩石 上面居然还长了一株冰破雪莲 就连方雨都被她给骗了 差点就直接打到回府 错过了一颗七阶妖兽内弹 嗯 幸好有这群人在 方雨脸上洋溢着笑容 脚下一点 人便往银爪章鱼飞跃而去 这个时候 银爪章鱼的触手 已经把柱令山也追上了 柱令山也被触手缠绕着拖回来 拖回速度甚至比钟黎月还要快 见到这一幕 钟黎月的脸上满是快意 说道 哼 柱令山 你以为你就能跑吗 还不是要死 而且你还会在我之前死 柱令山面无血色 话都说不出来 她被助手拉到了血盆大口的前面 一眼就能看见里面的尸体残渣 看到周北的半个头颅 柱令山只觉得身下一热 钟黎月也被触手拉到了嘴跟前 跟柱令山并列 银爪章鱼想要把这两人同时塞进嘴里 钟黎月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心中只有后悔啊 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 打死她 她也不会来这个鬼地方 啪 就在此时 方雨落在了章鱼的头顶部 这株冰破雪莲也顺便带走吧 方雨弯下腰 把冰破雪莲拔起 折起来放进了裤袋 方雨以前吃过好几次冰破雪莲 笑容不说 煲汤的味道那绝对是一流 好 在方雨把冰破雪莲拔出的一瞬间 这银爪章鱼浑身一震 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响彻整片森林 他把钟黎月和柱令山随意甩飞出去 扬起了身上的八根巨大触手 同时往头顶上方的方雨刺去 银爪章鱼的触手顶端 无比的尖锐 而且异常的尖硬 比人类使用的武器要厉害数倍 方雨没有一丝慌乱 脚下用力一踩 整个人便弹向了天空 轻松躲过那八根触手的全力一击 反倒是银爪章鱼 因为用力过猛 那八根触手的尖刺 直接插到了自己的脑袋上 银爪章鱼剧烈地抽搐起来 显得痛苦异常 妖兽就是妖兽 再狡猾的妖兽 在人类面前 都是傻子 方平在空中腾飞 露出了一丝微笑 钟离玉被甩飞到一旁的地面上 看着近乎发狂的章鱼 脸色苍白 他发现了天空的身影 但看不清楚是什么人 而另外一边 柱令山已经昏迷了过去 方宇凝聚了一团弹红的真气在右拳 然后朝着银爪章鱼的头部俯冲而去 在钟离玉的视野里 他只看到了天空 落下了一道鸿芒 哭 鸿芒撞击在了银爪章鱼的头部 爆发出了一阵极强的光芒 巨大的响声 在空旷的森林里回撤 经久不息 光芒散去之后 钟离玉便看到了 一根根的触手 分别落在了不同的位置 银爪章鱼的头部已经四分五裂 那颗巨大的血红色眼珠 也落到了地面上 显得很惊悚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 那只怪物 死了 钟离玉看着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随即他才发现了一道身影 正站在那颗血红色眼珠的前面 是 是他 钟离玉看到方雨眼神无比惊骇 是方雨 把那只怪物打死的 方雨伸出右手 直接插进了那颗眼珠里边 而后 他从眼珠里取出了一颗 泛着红光的原状物 第四十五章 再次突破 哎呀 这也太恶心了 方雨看着沾满右手的粘液 微微皱眉 走向前方的温泉 他将手和那颗妖兽内丹 放进温泉里清洗 再拿出来 久违的七阶妖兽内丹 方雨看着手中的内丹 双眼放光 他大概有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 没有吞过这么高阶的 妖兽内丹了 方雨张开嘴 直接把那颗拳头大小的 内丹吞了进去 一阵磅礴而纯然的灵气 从体内爆发 被丹田尽数吸收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方雨连续突破四层 达到练气期9840层 方雨站起身来 长舒一口气 眼神里神采奕奕 这样一来 他离一万层又进了一步 消化完内丹后 方雨便想离开 不远处的钟离玉 看着方雨 忍不住开口道 你 你 方雨看向钟离玉 微微皱眉 她对这个女人 可没什么好感 你到底是什么人 钟离玉脸色苍白 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是方雨 一名 练气期修士 方雨淡淡地回道 转身就走 练气期修士 钟离玉感觉自己好像 在家族长辈口中 听说过类似的名词 但不知道代表着什么 在她思索之际 方雨已经走远了 钟离玉小腿还有伤 挣扎着站起身来 看到倒在一旁 扔出于昏迷状态的柱令山 想起刚才逃跑时 柱令山的丑恶嘴脸 钟离玉的眼神变得冰冷 她拿起掉落在地上的匕首 朝柱令山走了过去 方雨怀揣着一本试经大法 还有一株冰破雪莲 就这么回到了江海市 本想着直接回丽江小区 但是想了想 好像好几天没去菜园浇水的 于是她便直接往 建南村的后山走去 路过建南村村口的时候 她看到路旁 停着一辆汉马SUV 方雨记得 这辆车是秦乙墨的 果然方雨刚走进 车门就打开了 秦乙墨身穿一件 酒红色的小外套 下身穿着一条休闲的牛仔裤 乌黑顺溜的绣发披在双肩 整个人显得很有活力 她的手里呢 提着一个礼盒 走到了方雨面前 方先生 我特意在这里等您 你找我什么事 我爷爷让我给您送来礼盒 他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秦乙墨面无表情地说道 什么特殊的日子 方雨一头雾水 他没说 不管了 把礼盒给我吧 方雨伸出手 见方雨毫不客气 秦乙墨有点不满 但还是把礼盒 交到了方雨的手中 还有什么事吗 秦乙墨摇了摇头 却又突然想起什么 方先生 您的家怎么变成废墟了 被强拆了 我是钉字户 开发商一直让我走 我不走 结果他们就趁我不在家的时候 把我家给炸没了 秦乙墨见方雨一脸淡定 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一直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现在住在丽江小区 C洞27层 日后你要找我就去那里找吧 好 那我就先走了 秦乙墨表面微笑 心里则是不以为然 如果没有爷爷的要求 谁要去找你啊 秦乙墨转身正要回到车上 却被方雨喊住了 你这里和里有火腿啊 那你跟我来吧 我请你吃点绝世美味 于是 秦乙墨就跟着方雨来到了菜园 看着方雨去外面的溪流装水 回来给菜园里的青菜浇水 手法相当熟练 这让秦乙墨有点惊讶 上次方雨给她一些青菜 她还以为方雨是在故意戏弄她 原来那些青菜还真的是方雨种的呀 哎 你有没有种过菜 方雨浇完了水 秦乙墨摇了摇头 作为秦家的千金 不说愿不愿意 她根本就没机会接触这种事情 方雨有时候呢 会在菜园做饭吃 所以菜园旁的小牧房里 放着一些工具 其中有一个锅 还有一些简单的调味品 方雨将锅拿出来 去吸水装了半锅水 然后又从裤袋里掏出了那株 千年级别的冰破雪莲 洗干净扔进锅里 而后 方雨把秦乙墨送来的礼盒中的火腿 拿了出来 放了一些进锅内 用柴火开始烧 把价值一元的冰破雪莲 用来煲汤啊 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只有方雨做的出来了 秦乙墨在一旁 看着方雨煲汤 心中是嗤之以鼻 就一根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草 加上一点火腿 这就叫做绝世美味了 可过了几分钟后 这锅里散发出一阵极香的气味 秦乙墨脸色微变 感觉有点被打脸 香是挺香的 好不好喝就另说了 秦乙墨在心中给自己找回场子 又过了十几分钟 香味已经很浓郁了 秦乙墨本来呢 并不饿 但闻到这阵香味 肚子里居然咕咕作响起来 就火腿加一根草 煲出来的汤 气味怎么会这么香啊 方先生 还没好吗 秦乙墨似乎是红着脸 问出了这个问题 还不行 至少得煲一个小时吧 于是秦乙墨又干瞪眼 等了好久 期间咽了无数次唾沫 好了 终于 方雨揭开了锅盖 锅内的香味彻底释放 秦乙墨连矜持都保持不住了 凑上前去 眼巴巴的看着方雨 方雨从锅中咬出一勺汤 倒进了一个碗里 秦乙墨就想伸手去接 等等 太多了 方雨说着 又把碗里的汤 倒回锅里一半 拿冰破雪莲直接煲汤 汤里所蕴含的效用 平常人根本就接受不住 绝不能多喝 看到方雨把碗里 本就不多的汤 又倒回去将近一半 秦乙墨快要气死了 这个人 他用得着这么小气吗 还有大半锅的汤啊 就给他这么一点啊 你车上有矿泉水吗 秦乙墨气得是咬牙切齿 脸色铁青的点了点头 那你就去拿瓶矿泉水 倒进这个碗里 稀释一下 味道会更好 秦乙墨几乎无法维持 基本的礼貌了 我说真的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秦乙墨深吸一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回车里 拿了一瓶矿泉水 近乎是自暴自弃地 把水倒进了碗里 把原本只有三分之一 不到的汤 稀释成满满的一碗 这还有什么味道 喝个屁呀 秦乙墨气得眼眶 都有点泛红了 苦苦等候一个小时啊 竟然只能喝到 这些稀释过后的汤水 但最终 他还是强忍着心中的不爽 喝了一小口 嗯 好喝 又喝了一口 都稀释成这样了 怎么还是这么好喝呢 秦乙墨三两口就把汤喝完了 回味无穷 稀释的都这么好喝 没稀释岂不是更好喝呀 他看向芳语 想再来一点 可此时的芳语 正在抱着锅在喝汤呢 秦乙墨气得近乎发抖 胸前的双风是起伏跌宕 我走了 秦乙墨转身就走 头也不回 再待下去 他不仅会馋死 还会被气死 我真不是不给你喝 是你喝太多的话 身体会扛不住呀 芳语在身后说道 扛不住 为什么我喝多一点 这身体就会扛不住 你却能抱着锅喝呢 小气就是小气 无需狡辩 秦乙墨气得不行 快速回到车上 看一下油门就离开了 这个芳语 根本就是个无耻 脸皮厚 好色 小气的中学生 这次回去 他一定要跟爷爷说 以后再也不要来见芳语了 下午 芳语来到学校 在一楼见到了刘胖子的背影 这两年多 刘胖子是芳语在学校 唯一能聊几句的 算是朋友 不过这几天 两人都没怎么见过面 更没有交流 于是芳语走上前 拍了拍刘胖子的肩膀 想打声招呼 刘胖子似乎被吓到了 浑身一颤 头往后一缩 看到他这个反应 芳语微微皱眉 而后 芳语看到 刘胖子的脸上满是伤痕 左眼眶被打得出现了郁青 额头上还包着纱布 芳 芳语 刘胖子看着芳语 眼神有点闪躲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芳语眼神骤然变冷 第四十六章 我不需要学习 刘胖子挤出笑容 说道 我哪有被人打 就是昨天下午摔了一跤 摔一跤 能把眼眶都摔出于轻 芳语微微眯眼 那就是 正好撞到眼眶那里了 刘胖子的脸胀得通红 芳语没有再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刘胖子 在芳语的眼神下 刘胖子面露挣扎 最后还是泄了气 小声说道 是学校散打协会的 韩子贤 韩子贤 芳语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打你 是我不小心得罪他了 刘胖子的眼神有些闪躲 芳语一眼就能看出刘胖子在撒谎 胖子 如果你把我当朋友 就不要撒谎 刘胖子看着芳语犹豫再三 最终叹了口气 说出了事情原委 韩子贤是何东霖的好兄弟 最近呢 得知何东霖被芳语打伤 并且转学的消息 于是呢 韩子贤就带着一帮人 想要去重点班赌芳语 为何东霖报仇 但芳语昨天下午正好没来学校 韩子贤可不甘心扑个空啊 他打听过 知道刘胖子和芳语的关系最好 所以就到了二班找刘胖子 然后呢 刘胖子就被揍了一顿 你兄弟把我兄弟打伤了 还迫使他退了学 我找不到你兄弟 只好打你一顿解解气了 还有 告诉芳语 我迟早会找到他 是男人就别一直躲着 来散打协会找我 我们用最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韩子贤给刘胖子留下这句话 就带着一帮人走了 听完刘胖子所说的 芳语嘴角微微勾起 露出了冷蓝的笑容 他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身边的人 因他而受到伤害 芳语 你千万不要冲动 我之所以不想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不想你去找韩子贤 这个韩子贤可跟何东民不同 他家里就是做武馆的 据说他爸是一名半部宗师 而他也是一名先天七段的武者 比杨续还要厉害 刘胖子看到芳语的脸色 急忙说道 杨续 这个人已经废了 只不过消息被杨家封锁了 除了当晚在深蓝会所 亲眼目睹的几个人之外呢 没有其他人知道 做错了事 就要受到惩罚 芳语 真的不要去 韩子贤是散打协会的会长 散打协会里面全是他的人 到时候 刘胖子还想劝阻 放学之后 我跟你一起去散打协会 没等刘胖子把话说完 芳语就拍了拍刘胖子的肩膀 转身上楼 回到教室 芳语刚坐下 旁边的唐小柔就凑近问道 芳语 你逃了正好一天的课 去干什么了呀 逃课 是一种非常随性的行为 并不非得干点什么 唐小柔听得一愣一愣的 继续问道 所以你到底去干什么了吗 我都说了 逃课是一种非常随性的行为 不肯说就算 你是复读机吗 芳语没再理会唐小柔 专心看上次没看完的小说 上课零响 这节课是数学课 数学老师胡波走进教室 看向芳语所在的位置 冷横一声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都有他的课 但那两节课 芳语都不在 而且没有交请假条 属于旷课 胡波最讨厌的就是旷课的学生 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尊重 而且旷课的人是芳语 就让他更加不爽了 芳语靠着一次超常发挥的考试 就被调入了重点班 胡波是坚决反对这个做法的 虽然当时查试卷没有查出毛病 但是在胡波的心里 他还是觉得芳语使用了某种手段 他坚持认为 一个两年多以来 成绩都处于班级中有水平的学生 是绝不可能考出全级第一的这种成绩的 学习是持续性的 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芳语这种学生的出现 会对其他努力学习的学生 造成极其恶劣的心理影响 胡波盯着芳语 发现芳语正津津有味地 看着课外小说 更是气得脸色铁青 我奉劝有的同学 不要以为考到一次好成绩 就可以目中无人 就可以懈怠学习 况且这一次成绩 还不一定是你真实的水平 胡波冷哼一声 他说话的时候 紧紧盯着芳语 于是全班同学都转头看向芳语 有好戏看了 数学老师亲自开跑 这芳语总不敢动他吧 芳语还在看小说呢 仿佛没有听到胡波的话 胡波忍不住了 猛地一拍讲台怒道 芳语 我说的就是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老师跟你讲话 你还在看课外小说 以为这里是你家吗 这里是教室 是学习的地方 唐小柔戳了戳芳语的肩膀 小声说道 芳语 胡老师在跟你说话 芳语将小说放下 看着胡波说道 我不需要学习 听到这句话 不仅是胡波 就是班里的学生 都是面露古怪 不需要学习 这句话也太狂妄了吧 就是华夏科学院的院士 都不敢这么说吧 芳语只是区区一个高中生 却说出这种话 不但让人觉得狂妄 更让人觉得好笑 胡波也是气急反笑 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什么都懂了 芳语不置可否 好 那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在全班面前表现一下 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什么都懂 胡波冷笑一声 拿起粉笔 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一出来 班里很多学生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越难越好 我就想看芳语站在讲台上 拿着粉笔却无从下手的模样 不用学习 吹就比他吹上天了 就是让数学老师置着他 我认为 他根本就不会上台 这不是自诩其辱吗 这道题上传到网上 连很多傲术大神都束手无策 甚至认为这道题本身就有漏洞 在看到胡波出的题目后 班里热闹异常 几乎所有人都在幸灾乐祸 巴不得看到芳语出球呢 唐小柔在看到题目以后 脸色变了 这道题根本就不在高中生能力范围之内 胡波出这道题分明就是要刁难芳语 胡老师 这道题是专业的奥赛题目 我们高中生哪做得出来 唐小柔站起身来 脸蛋涨得通红 做不出来就不要吹这么大的牛 这位自己天下无敌啊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树山有路秦为敬 雪海无涯苦作舟 胡波瞪着芳语说道 芳语看着黑板上的题目似乎在思索 周围的学生看到他这副模样 讥讽地说道 大家安静一下 我们芳语大神已经在思考了 说不定待会儿他就真上台 把题目做出来了 这句话一出 班里学生愣了一下 随即爆发出一阵戏谑的笑声 我话放这里了 芳语要是能做出这道题 我直播倒立拉屎 一名男生大声地说道 他这话一出 更是把班里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芳语求求你上台 把题目做出来吧 我们真的很想看到他 如何倒立拉屎 不少男生讥笑着 倒立拉屎 太浮夸了 我只玩真实 要是芳语能做出那道题 我直播吃屎 又一名男生喊道 班里又是一阵报效 在这嘈杂的环境中 芳语只是盯着黑板上的题目 眉头微重 过了大概20秒后 他眉头舒展开来 起身走向讲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如果喜欢本书 请加入订阅 方便下次继续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